我是一个小演员 在参加一档演技对决综艺时 突然能听到周围人的心声 导师 哎 情绪再强烈一点 回头看他一眼 然后离开 助演影帝 这里不该哭 憋住眼泪更有感染力 在最专业的指导下 我的演技突飞猛进 全网全粉 后来他们评价我 他是天纵奇才 每次都能演到我的心坎里 1 我是一个18线不知名小演员 没人捧 没后台 没资源 经纪人刚给我接了一档综艺 那谁没空 你去这个综艺顶个缺 我欣然的接下 并且早就习惯了 我的经纪人名下有十几个艺人 好的资源都给了头部的那几个 我只能从他们漏下来的 剪几部综艺和电视剧 但是我要认真的 对待我的每一次工作 万一哪天火了呢 2 经纪人丢给我的综艺 叫做演员就是你 是一档演技对决综艺 在这里 不管你是流量明星还是资源咖 唯一能拿来说话的只有演技 我和对手女演员一同上台 她笑得很甜 说的话却有点苦 各位导师好 我是备幼考 初到一年 演过三部戏的女主 我很喜欢演戏 就算是大年三十都在剧组过 家里有人生病了 我都会先坚持工作完 生怕影响拍摄进度 只能在暂停拍摄的时候 偷偷地躲在旁边哭 她是个资源咖女星 但是一直不温不火 导师过流地点点头 她笑得很温柔 我看过你的戏 未来可期 这是X导的外甥女 得给点面子 我一惊 刚才谁在说话 原来她是X导的外甥女吗 哇哦 这个八卦我没听过呀 导师麦冷 是个高冷 有点酷的导演 室内都要戴墨镜 加油 遇到一个何欣义的演员好难啊 我想找的那个演员 在哪里在哪里 我揉了揉耳朵 感觉自己的听力出问题了 刚才又幻听了 导师渡舍是个毒舌 别卖惨 这里靠实力说话 切 谁打我也不给面子 最烦装逼人 我有点猛 我听到的是什么 话外音吗 这也太社会了 三 在我愣神的时候 被幼考把话筒递给我 我想了想 介绍各位导师好 我叫艾曼 我出道三年 演了十二部戏 但是我演的 通常是恶毒无脑女恩号 三句台词的路人龙套和拍完 都不知道哪个平台 能放的网剧角色 我没好意思说 这种网剧 我都只能拍个女二号 观众习笑起来 导师们也给面子的勾了勾嘴角 顾柔 你的性格很可爱 像你的戏一样哦 这种人是怎么进来的呀 我们不是个有档次的节目吗 算了都需要抛灰衬托 第一文就把它干下去 卖冷隔着墨镜 看不清神色 加油 我想找的那个核心演员 在哪里在哪里 杜射撇嘴 少卖弄小聪明 我只看演技 切 一点小把戏 就想让我记住你 只有你的戏 能让我记住你 好怪 但是好合理的话外音 四 杜射一挥手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灯光昏暗 舞台序幕拉开 我和备佑考 要演的是一段对手攻斗戏 一个是天真烂烂的小秀女 另外一个是白漆黑恶毒公飞 备佑考演的是公飞 这可是导演舅舅多选的角色 说是这个角色更有层次感 那个小秀女就是个小白花 早八百年都不流行这个了 现在观众都爱恶女 我恍然大悟 原来她的角色还能选 我还以为是节目组随机分发的 毕竟我的角色 就是被强制安排的 曾经我没得选 虽然现在我也没得选 但是这次我终于演了回好人 舞 备佑考演的是我的公飞姑姑 她入宫多年 年老色衰 已经失去了帝王的宠爱 家族为了生存 只能将刚及机的我送入宫中 首先出场的是备佑考 她背对观众席 正在修剪花枝 就是这背影 细看有点呆 这个地方背影应该显得更落幕一点 一个熟悉的女生在脑子里想起来 说出了我心中所想 但是我一时想不起来 这个声音是谁了 表演还在继续 备佑考缓缓地转过身来 捏着手中的花瓣说道 花她带落 美人驰木 再美得容颜也抵不过岁月的青石 她将手中的花朵用手指碾碎 脸上毫无表情 备佑考的表演 就像是把石头丢进沼泽地里 真的是毫无波澜呢 六 宫女 娘娘 王秀女来了 备佑考面无表情地丢掉手上的花 练不改色地坐下来 面上显露不出任何人物性格特征 我向着备佑考走过去 我笑着亲切地喊她 姑姑 笑容可以再大一点 别晃脑袋 演的是天真 不是演傻子 我晃脑袋了 我立马调整姿态 笑容更大了 我走上前 拉着备佑考的手臂撒娇 姑姑 您怎么不理我呀 台词还算清晰 别拖尾音 鸡皮疙瘩要起来了 我立马调整台词 我这人别的优点没有 就是听劝 我用崇拜和欢喜的眼神 看着备佑考 我是听了姑姑的故事长大的 她曾经倾国倾城 艳冠后宫 她是家族的骄傲 是祖辈用来教育后辈的典范 备佑考回看我一眼 只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别淘气 这是在宫里 当的人 你可不能这样喊我 看得出来 备佑考的表演 对演艺圈 也是够不成一点威胁 七 我的眼里带着不安事事的天真 我问 那没人的时候 就可以喊姑姑了 备佑考用手点了点我的鼻尖 一点也不宠溺的说 你呀 这戏看得我眼睛痛 脚趾都抓起来了 他是属木偶的 还是属皮影的 靠 皮影和木偶都比他有感情 我的眼神里带着憧憬 姑姑 皇上是什么样的呀 备佑考没有回答 他抬起头仰望远方 就好像在遥望着什么人 我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 两个人谁也不动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这代演员 真的不懂怎么演戏吗 魅鱼要玩啊 谁告诉他 回忆是这么演的 他看的是皇上还是英魂啊 如果是我来演 这时候公飞的眼珠子 应该向左转体现自己陷入回忆 先笑一笑 体现回忆中 刚开始的盛宠的甜蜜 再微微的披下嘴角苦涩的笑 可以体现失去宠爱的悲凉 眼神再慢慢的坚定 表情冷硬起来 这是重头戏啊 是这个角色成长 转变最好的体现啊 他在演个什么锤子玩意儿 我听得很认真 如果不是还在演戏 我甚至想提笔记笔记 不管为什么 我能听到这些 这话外音的女生是高手啊 我要学 我真最大的优点就是好学 爸 备佑考叹了口气 皇上自然是九五之尊 该有的样子 我刚准备说台词 那声音又响了起来 如果是我来演 我会坐在公飞身边的脚踏上 将脑袋放在公飞的腿上 就像女儿家 说悄悄话一般说台词 我照做了 哎 这个十八线有点东西 不过他叫什么来着 算了并不重要 我趴在他腿上 身体接触一瞬间 背右考有点僵硬 他条件反射 差点把我一脚踢开 公飞接不住戏了 我立马用力地抱住他的腿 才把这出戏顺利地演了下去 我说 姑姑 皇上是不是很凶吗 父亲夏朝回家经常叹气 他常说半君如半虎 不知道皇上在想什么呢 不会的 堂儿你这样可爱 皇上怎么舍得凶你呢 我又问 姑姑那皇上会喜欢我吗 会的 你与本宫年轻时候长得很像 我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他们都说我和姑姑长得像 堂儿最喜欢姑姑了 他看着我冷冷地勾起嘴角 傻子 这地方情绪不对啊 前面哄孩子一样 后面应该是语气悲凉的宠妮啊 这像看到当年的自己 我就说这些俨然不认真的打磨剧本吧 烂 太烂了 九 我和背右考的对手戏结束 导师们开始点评 顾楼依旧笑得很温柔 背右考是吧 你的扮相和气质很贴合这个角色 看到你的低眼那个背影 就有把我带入到剧情里 要继续加油哦 多亏了福道话呀 也就那个背影还像点东西 这资源咖眼的越多 拓展越多啊 呼 找出一个角度夸他 可真不容易啊 还好我是专业的 这个声音 我恍然大悟 这不是刚才我们演戏过程中 一直出现的声音吗 原来刚才的表演 一直都是顾楼导师的心声 虽然顾楼导师好像不喜欢我 但是他的指导确实很专业 受教了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顾楼被我看得一愣 满脸莫名其妙 我刚才没夸艾曼吧 甚至没提他 他怎么反而一脸感激地看着我 有一说一 他的表情传递情感 还蛮真实的 有点天赋 但是没有后台 也就到此为止了 转头他把票投给了备右考 十 麦冷导师的所有情绪 都隐藏在墨镜之下 镜头感差一些 表情和动作表现 还差点意思 加油 这个艾曼有几个地方演得不错 但是依旧达不到 我想要的那标准 不是我要的人 懒得废话 麦冷思考一会儿 最终把票投给了我 我好像顿悟了 我似乎真的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 但是也不是每一句都能听到 或许是情绪较为强烈的 心声我才能听到 十一 杜射导师是最后一个说话的 他还没开口 我已经听到身边被右考 一连串紧张的心声 带得我都紧张了起来 杜射张口就对我骂 艾曼 你是脑电波传递不通畅吗 还是大脑有系统延迟 为什么每次表演都要对一下 后面表现得再好 前面演的都是什么东西 一点都不连贯 只要是放在大屏幕上 观众还以为自己加了电视卡机了呢 他好像在讽刺 我技能前摇时间太长 我虚心受教 因为前面部分是我自己的理解 后面部分是根据新生而调整更改的 不愧是导师 眼神相当犀利 杜射又转头看向背右考 你的表演很成功 背右考猛地抬起头 眼神里写满了欣喜 可杜射下一句话 就把他打入了地狱 成功地衬托出艾曼 确实有点演技 背右考的笑容将在嘴角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杜射 这一票我投给艾曼 不用骄傲 我只想告诉你 全靠童算衬托 还可以值得我骂两句 至于某些资源咖 切 骂都懒得骂 我 赢了 但是好像也并不那么高兴呢 十二 演员就是你 采取的是淘汰制 背右考离开了 那么我就成功地进入了下一轮 经纪人看到了结果 在百忙之中 终于响起给我打的电话 这次表现不错 我帮你看了一下 下一场对决的是 风头正进的流量男演员爆流 爆流的粉丝群体庞大 你多蹭蹭他的流量 说不定能混得热搜 不管是好名还是坏名 有名就行 我连声答应 公司是不会花钱 给我买热搜的 经纪人说钱要用来刀刃上 他的刀刃都是公司顶流明星 我这种纯靠自生自灭 不过有机会蹭流量 这个太好了 我都已经想好 自己和爆流的对决视频 能够活跃在热搜好几天了 词条有没有我的名字 没有关系 能混得脸熟也行啊 以后出去 我也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我都能想到 他们会这样介绍我 这就是跟爆流 演过对手戏的演员 我别的优点没有 就是爱蹭 13 爆流是眼霜男主剧 活起来的 他好看的不只是皮像 他身上有一股 一正一邪的气质 非常独特 我和爆流对手戏的剧本 是黑道少爷和青春小花 这次不用听心声 看到剧本我就懂了 一正一邪的黑道少爷 说不是量身打造的剧本 谁信啊 混娱乐圈吗 爆流和我一起 在化妆室化妆 他的化妆师 是圈内有名的高手 聊聊几刷子 就把爆流的五官特色 衬托得更为鲜明 反光我的化妆师 他掰着我的头 别动 一会儿就好 你眼的青春小花 装淡一点就好 不用那么麻烦 小胡咖随便画画得了 反正也是炮灰 我瞟了他一眼 刚好和他的眼神对视 他愣了一下 这个眼神 怎么有种被他看透了的感觉 我有善地笑了笑 然后拉住他的手说 老师 可以帮我把眼睛 画得好看一些吗 我手笨 每次自己画 都跟没化妆一样 老师是专业的 相信一定会比我画得好看 他看着我画完 都没画差不多的脸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 好 有点无法拒绝 小胡咖有点可爱 他还夸我 我这人别的有点没有 就是嘴甜 也不知道 为什么总有人在背后 说我好差异 泡茶我也没学过呀 太深奥了 我哪会那个呀 15 主持人抱木 下面有请爆流 爱曼带来的渡港 目不拉开 背景是在港风校园 爆流单肩背着书包 非常帅气的走了出来 短短几步 就走出了一股皮帅感 是他一贯的风格 观众席有压抑的粉丝叫声 与此同时 有道熟悉的新生又想了起来 这次是个男生 你是港风 我喜欢 终于可以睁大眼睛 好好地看看了 前面几组演的 我都快睡着了 这次的新生 不知道是哪位大佬 看着对决比赛都能睡着 难道不怕被摄像头拍到吗 16 爆流急匆匆地向校外跑 路上遇到的人都跟他打招呼 却被完全忽视 大柳哥好 为大柳哥这么着急 是去哪里呀 不是吧 大柳哥的事情你都敢问 这么急肯定是去码头砍人啊 我只是想问问大柳哥 要不要喊兄弟 这很TV病 然后转场 爆流跑到码头 搞了杯塑瓦奶茶 话风有点不对了 这是哪个脑壳子 不好的编剧写的戏 就这破剧本演员能演好 他捧着奶茶 望着远远的驶入港口的轮渡 皮帅的脸上带了几分期待 我从轮渡上走了下来 朝着镜头的方向 边走边打电话 好啦妈咪 我已经到了 不用来接我了 我能自己回去 咦 这双眼睛让我想到了某个港星 一双同样有故事的眼睛 我心里窃喜 看来这个妆没白化 这是我的小心机 特意让化妆师 照着那个演员的神态化的 17 我从渡口出来 直直地向外走去 完全没有注意到 捧个奶茶的少年 他眼里的期待感 渐渐地熄灭 多了几分怨怼和怒气 在我即将和他擦身而过的时候 喂 他拉住了我的胳膊 我惊讶地回头 浮夸 太浮夸了 在我的镜头里 表演应该是有层次感的 第一反应应该是惊讶 第二反应 要有被冒犯的恼怒 我立马把这两种情绪 用肢体语言表现出来 反应还挺快 我的白色连衣裙 随着码头的风飘起来 同时飘起来的 还有长长的头发 发丝拂过少年的脸 他的胳膊松了松 脸上有一瞬间的羞涩 我看清他的脸 开始惊慌地挣扎 是你 放开我 手臂挥开了少年的胳膊 同时也打落了 他手里的奶茶 少年看着洒落一地的奶茶 阴沉地低下头 掩盖了原本不自然的表情 这里的镜头适合特写 他低着头 随即勾起了嘴角 紧紧面对镜头的半个侧脸 就体现了情绪的转变 他在生气 随即他抬起头看我 眼神里都是癫狂 他重新抓住我的手 我一直在等你 你躲不掉的 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了 有一瞬间的郑松 我撇开脸 眼圈渐渐的红了 滴滴的声音里满含委屈 你放开我 不放 再也不放了 这场戏不错呀 我开始有点喜欢他们俩了 或许节目结束后 可以邀请他们来演我的新电影 18 一辆车停在不远处 打破了我们的僵持 我看到那辆车开始惶恐 放开我 少年不为所动 抓着我的手无烙铁一样的难以撼动 我越来越害怕 甚至开始颤抖 我抬起眼睛 如同受伤的小鹿般哀求地看着他 求你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忍着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少年的眼里都是悲痛 就像一只无助的困兽 他最终还是心软了 放开了我 不许求我 不许 我和他同样沉浸在剧情里 大到少年 松开女孩的手 他做出了让步 而女孩拥有更广阔的未来 他不会让一个小混混 羁绊住自己前进的脚步 车上女孩的妈咪走过来 我接你回家 妈咪牵着我的手往外走 少年还停在原地 情绪再强烈一点 回头看他一眼 然后离开 我一边跟着妈咪往外走 却仿佛心有所感斑的 又回头望一眼 这一眼里 泪水欲落未落 眼圈泛红 笑容苦涩 有不舍 有怀念 瓶颈里压抑着饱满的情绪 少年呆呆地望着我 最终回了一个释然的笑 只这一眼 我和他的青春就结束了 这个眼神 是那个已经退圈的 港圈演员的眼神 太像了 太像了 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感觉 新生代竟然也有能够 和他媲美的人 19 一场戏结束 全场甚至没有人第一时间说话 似乎都还沉浸在刚才的戏里 主持人考出来打人场 刚才的表演非常精彩 就连我们的麦冷导师 都摘下墨镜擦眼泪 看来是深受触动 那么麦冷老师 你有什么建议 要给两位新人演员的吗 麦冷扶了扶墨镜 看上去依旧一脸冷漠 我想邀请两位参演我的新电影 你们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演员 太丢人了 竟然摘墨镜擦眼泪被看见了 这个主持人叫什么 我要拉黑他 这熟悉的声音 我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刚才的新生就是麦冷导师 怪不得他睡觉不怕被拍 墨镜一戴谁都不爱啊 不同于顾楼导师的沉浸式演戏新生 麦冷导师都是从镜头的角度来看戏的 再次受教了 对手演员很优秀 再加上麦冷导师在关键时刻的点播 我最后那个眼神是超常发挥了 反而就是这个眼神的表演 让麦冷老师最后把票投给了我 二十 顾楼也第一次对我露出赞赏的表情 看得出来 你是真的沉浸到剧情里面了 无论剧情多么抓码 这出戏的细节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只看他们的对手戏 那所有的不合理都可以忽略 这就是一场可以搬上大荧幕的名场面 他一边夸我 一边转头把票投给了爆流 我 果然是顾楼老师的选择呀 不过我并不生气 反而我有些惊喜顾楼导师的评价 这场戏其实我也融合了顾楼老师的风格 上一场戏他的新生告诉我 他是用沉浸式的方法去演戏 把自己就带入角色里 去思考角色本身会做什么 而这一场戏 我运用了他的方法 所以情绪才能调动得这么成功 我没什么别的优点 就是学东西快 随后杜舍老师也骂着夸 在一场荒诞的剧情里演了一场荒诞的戏 这部剧编的得很烂 但是你们俩在烂片里毫不违和 我一愣 这是说我们演得不好吗 杜舍接着说 因为有你们 这部戏显得也没有那么烂了 气 也就是拉高一下整部片水瓶的演技吧 还行 啊 但是我有点喜欢这个爱曼啊 21 杜舍导师把票投给了我 我站在台上微微的笑着 其实心里早已经乐开了话 面对演技不错的流量演员 两位导师都把票投给了我 那这把不是稳了 可主持人又站了出来 谢谢我们的导师评价 下面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投票哦 专业评审团都是制片人一类的专业人士 也是最有钱 最有话语权的那一类人 我和暴流一起站在舞台上 笑容由自信满满变得僵硬 再到失落 太激烈了 暴流以几票之差赢得了比赛 让我们恭喜暴流 我看着大屏幕的投票结果 有点愣住了 就算是这样 也还是输了吗 我低垂着眼睛 捋了一下发丝 遮住自己的眼睛 我对观众席拘了一躬 有些落寞的退场了 星光是属于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22 不过还好 节目播出后 我和暴流一同上热搜 嘿嘿 蹭流量成功了 经纪人百忙之中 再次想起了我 可以啊你 不仅蹭到流量上热搜了 连暴流粉丝群体 这么疯的你也敢刚 我没听懂 经纪人在说什么 我这人别的有点没有 就是识趣 我哪敢刚流量的粉丝啊 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经纪人挂了电话 给我发来几个热搜截图 警号暴流艾曼对手戏 警号 警号暴流匹帅 警号 警号艾曼回头 报警号 警号你就是演员节目组 黑幕警号 警号他需要一个复活警号 这是发生了什么 我点开评论区一看 要市场来评估的 没什么问题 说黑幕的过了 暴流这张脸 谁看了不迷惑啊 再看这个小胡咖 我现在都没记住名字 虽然他演技不错 但是这档节目之前 我都没听过这个人 总不会有演员的代表 做是综艺吧 只有我被他退场的 落幕圈粉了吗 那种破碎感我好爱 虽然制片人钟情流量 但是这些观众有反骨啊 他们只喜欢击中 自己内心的演员 我抱着手机偷偷的乐 我是不是要火了 经纪人再次发来一个链接 是一个属于我粉丝超话 哇 我都有粉丝了 虽然粉丝名不怎么好听 我叫艾曼 我的粉丝名叫艾亚妈呀 因为他们说看我演戏绝了 都想叫艾亚妈呀 真厉害 23 我又接到了节目组的电话 他们说 节目组临时改了赛制 加了一场复活赛 并且请了老戏谷演员 跟你们搭戏 你来不来 来 多露一次脸 多收一份钱 正经人 谁跟钱过不去呀 我没想到 节目组找来 跟我搭戏的老戏谷 上一个世纪的人物了 在现在的剧里只能作配 不过演技从来不跟戏份多少相关 即使是配角 她的脸也被许多观众熟记 因为她成功地塑造了很多角色 她是真正演什么像什么的国家一级演员 可是她却对我说 艾曼 我认真的看过你之前的戏 你的每一场戏都比前一场有明显的提升 你学东西很快 让我想起来一个人 她也是这样精彩绝艳 可惜她还没有出名 就已经死于了一场意外 我有些意外 她会去翻我的戏看 我是个胡咔 我演的戏要着 也不是很容易 或许这就是老戏骨对戏的态度吧 每一次都做足了功课 我对着费老 就是一顿猛夸 费老都被逗笑了 别夸了 再夸我一把老骨头都要飘了 我露齿一笑 费老说的哪里话 我真没什么别的优点 就是说话特别实在 费老笑了笑 你们真的很像 我很期待和你对戏 一样的马屁精 我 可是我也很期待 24 然而这次的剧本又是小白花 这一场综艺 让我把这辈子没演过的小白花 都演全了 要知道 我之前可是恶毒无脑女赔专业户 费老演我的总裁爹 我演他天真的富家千金女儿 序幕拉开 这是一场现代戏 背景在机场 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 费老在送我出国 我拉着他撒娇 爸 我能不走吗 明天我最好的朋友还要过生日呢 我想去参加生日宴会 费老摸了摸我的头 去吧 以后你会有新的朋友 我不开心了 躲开了他的手 表现出富家千金的小任性 爸 您这是说的哪里话 小惠惠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 费老深深的看着我 我回看他 他的每一根戏文 似乎都带着故事 他的台词也带着哲理和宿命感 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 或者每个阶段 会有每个阶段的朋友 我疑惑的看着他 父亲今天似乎有点不太一样 25 他说了许多 他告诉我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他说了很多触动人心的细节 不得不说 他的台词真的很好 每一句都像是父亲的叮嘱 却又让人忍不住的心酸 我却不耐烦地捂住耳朵 好了爸 马上要登机了 不说不说了 他深深地看着我 似乎要把我的样子映入脑子里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不舍 愧疚 痛苦和悲伤 他说 好 只一个字的瞬间 就仿佛有水光闪过 可再仔细看 似乎又什么都没有了 且 影帝不过如此 不过是眼睛里的情绪比别人多一点点 不过是脸上的皱纹都会演戏 不过是 呜 他上次还拒绝了我的妖戏 好馋啊 好想要好演员 我看好的爱曼要接住啊 别躲 我看好你 这熟悉的语调 一听就是杜射导师 不过这一次不需要新生提醒 我站在费老面前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来自他的压迫感 身体本能地想铁过头 躲避他的眼神 因为那眼神是那样的悲伤 所有的情绪都要从眼眶里溢出来了 明明他没有哭泣 可依稀的能够见到的水光 也让我想哭泣 可是我不可以 因为这不符合我的角色 新生在旁边说了很多 可我第一次没有听 欲强则强啊 后生可畏 26 我抬头迎着费老的目光扯出笑容 我感到笑容有一点僵硬 但是只要我还在继续剧情 那就不算失败 爸 您今天有点奇怪 我又不是没出过国 您担心什么呀 话说完了之后 我感到松弛一些了 只要外出第一步 那么后面就都不是问题 我无所谓的笑笑 想像平时那样让父亲开心起来 每一次他工作上遇到烦恼 我都会想办法让他舒展眉头 我妈去得早 我爸把我带大 并且一直努力做成了现在的大公司 如今他老了 我长大了 可他依旧像小时候那样担心我 27 我走向安检处 可我还没有进去 就有两个警察走过来 费先生 据我们查识 您的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急了 从安检口跑了出去拦住他们 不 一定是搞错了 我爸怎么会犯法呢 他拍着我肩膀让我冷静 然后从我身后走了出来 没事的孩子 让我去一趟调查清楚就好了 你的飞机快起飞了 你先进去吧 我怎么可能先理得的 在这个时候离开 我感到无措和愤怒 我的父亲不可能犯法 但是良好的教养 让我不愿意大喊大叫 我看着父亲 眼泪刷得流了下来 我恍然大悟 紧拧着唇 想要把喉咙间的那股酸色感咽下去 可我的唇不住颤抖 鼻翼微酸 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您早就知道了 是吗 泪水在您字上瞬间落下 七 影帝不过如此 艾曼已经学会了他刚才的眼神标系 精准地卡在台词上的落泪 艾曼练功底啊 节目结束我一定要请他演戏 我好爱他 二十八 一场戏结束 我还沉浸在剧情里 久久无法出来 遇到好的对手演员 真的可以让演技有志地飞跃 这次的新生 是属于杜舍导师的 可我第一次没有听从新生 而是自己去感受剧情 何其有幸 能够有机会和这样的老戏骨对戏 我不需要别人指导 这一刻 只需要用心地去感受就好了 二十九 费老对我说 你和他真的很像 就连演戏的路子也是 你的学习能力堪称恐怖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前面他的眼神 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压迫感 后面我活学活用 仅仅用他那种眼睛里 蓄满情绪的演法 就让我的表演 又上了一层新台阶 费老你知道吗 我说的那个他 就死在这里 这个录影棚之前 是我们拍戏的地方 他死于一场拍戏的意外 他死得太早 太年轻了 还没来得及让世人看看 他的精彩绝艳 但是你的演技 让我感觉是他回来了 我的脑中也产生了各种联想 我是登上这个综艺的舞台 才突然能听到新声的 所以那是来自于他的原因吗 怪不得我只有在参加 这场综艺的时候 才能听到新声 或许他是地妇灵 一个离不开死亡区域的灵魂 同时他也是一个浪漫的 热爱演戏的灵魂 费老还在继续说 你很有天赋 但是缺少机会 就像当年的他一样 他就像一颗流星 还未照亮时间 就已经暗淡在 无人知晓的黑夜里 可是你还年轻 你应该拥有更多的机会 三十 这次和费老的搭戏后 我的经纪人 兴奋的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 我捡到宝了吧 艾曼 你真的是有点东西啊 费老亲自给我打电话 说有几个不错的机会 让你去试镜 其中有一个是费老 正在拍的电影合作 里面全部是大咖的那种 下温就给我去试试 而节目组也发消息告诉我 我成功的复活了 拥有了决赛对决的机会 与此同时 网上关于我的新闻 也开始多了起来 我是真的火了 艾曼艾曼 他在综艺里演了三次小白花 却是完全不同的三种感觉 我话放在这里 艾曼只要能接到好戏 闭火 艾曼少炒作吧 代表作都没有的新人演员 一天天靠综艺刷存在感 没有人迷艾曼的长相吗 就是那种 明明是顶级小白花长相 但是如果化浓妆演恶女 也毫无违和感 他很适合那种 有前后转变的角色呀 有没有导演 看看我们家艾曼 艾曼妈呀 谢谢你们的喜欢 活桌楼上一个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加一 三十一 我在决赛的现场 又遇到了备幼考和暴流 我第一反应是 这破节目迟早要完 怎么决赛还是我们三个人 备幼考看到我 扬一起虚假的笑容 跟我打招呼 艾曼真好你也在 真烦怎么又有艾曼 我好不容易让舅舅动用关系 帮我复活了 上次跟他对系 让我被全网巢 这次不能放过他 我 总不能又给我塞一个 小白花角色吧 暴流也对我点点头打招呼 艾曼 他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但是我必须成功 冠军可以获得更好的资源 我偏暴流一眼 不愧是顶流 事业心还蛮强的 他活我没意见 三十二 然后节目组又给我 安排了一个小白花角色 这次的剧情更加抓马 这是一个哥哥 妹妹和哥哥女朋友的故事 总导演 我们的节目也是一场造型行动 但是你们要拿出自己的实力 只要你们的表现 能够拿得出手 我保证 最后你们的回报不会少 被幼考 那肯定是我胜出了 我舅舅可是赞助了节目的 暴流 一个是我的手下败将 一个是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 冠军是我没问题 我别的有点没有 就是比较自信 我也觉得冠军是我 三十三 果然 节目组在决赛又开始整花火 这次不仅有导师评分 还有专业评审团 和热心网友投票评分 热心网友看热闹 不嫌事情大 他们或许不专业 但是有自己的审美 一个资源咖 一个流量咖 剩下一个我心目中的演技咖 对不起了兄弟们 我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上一次的回谋 没能让你胜出 这次我要把胜利还给艾满 此刻我们网友 就是正义的化身 投票艾满 四手五入 我暴打了资本 当然 网友不可能暴打资本 开放网友投票 也是为了赚流量费 最后赚钱的还是资本 可是又让观众满意了 又增加了话题度 何乐而不为呀 结果 我在最后的决赛里 获得了冠军 这并不是很难 跟费老演不对手戏了 就算先生一句话不说 我也能醒啊 不过谁想到 决赛全程 他是真的一句话没说呀 他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我站在最后的获胜席上 轻轻的说声 谢谢 不知哪里来了一阵风 吹起我的发丝 就像有人 在轻抚我的头发一样 再见了 今天之后 我有了更多的拍戏机会 没有像他一样 暗淡在无人知晓的黑夜里 34 我成了经纪人的 微信置顶之一 他甚至会亲自 跑到我的住所找我 小祖宗今天有时间吗 今天有一场试戏 还有一个综艺邀约 后天在A市有一个通告 我说心情不好 都不想去 他顺从的陪笑 好的 这可是我现在 最赚钱的摇钱书啊 一年365天 我都得让他干360天的活 我最近事情是挺多的 让他休息休息吧 我愣愣的看着经纪人 自从上次的综艺结束后 我再也没有听见过新声 这是怎么回事 我问他 你最近去了哪里 他说 没有去哪里啊 我刚从那个 邀约综艺的录影棚回来 就是你两年前参加的 演员就是你综艺 他们邀请你 回去做导师助理 只有一句 我再也听不到经纪人的新声 就像是某种力量的残留影响 35 我接下了这场综艺的邀约 现在已经是第三季了 导师换了两轮了 台上的新声带演员演示 唯一不变的 只有那个主持人 他问我 爱曼也是从我们节目走出去的 是什么让你 又重新以导师助理的身份 回到了这里呢 我望着演员群里的一个身影 他学东西很快 甚至能够融会贯通的 在对手演员的戏里得到提升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 我举起话筒 说 这个舞台应该给认真演戏的演员机会 我不愿意看到任何一颗星星 暗淡在无人知晓的黑夜里